我还以为江亦诚的眼光有多高呢 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位小姐你是 我是你儿子曾经的相亲对象之一 不会打的 毫无疑态 穿得跟男人婆一样 江亦诚的眼光可真是奇葩 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款 这一点我确实不如你 你说错了 我哪里说错了 你不止这一点不如陆离 在我眼里你都不如她 就凭我看不上你 却能娶她来看 我的审美非常好 而且眼光非常高 你怎么都不知道还嘴啊 我还没来得及 不能靠那儿 儿子 你怎么来了 我找到有点事 人我先带走了 好好好 去吧 妈再见 阿姨再见 好 好 再见 你说这小两口感情多好啊 一时一刻也离不开 好有福气啊 来来来来 我们继续来 继续继续 你找我什么事啊 想看电影 不想一个人 可是我昨天刚刚看过 我是说 昨天那个不是很好看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部 嗯 那你选就好 刚刚谢谢你帮我 我的人 还轮不到别人欺负 我是说 我的人只有我能欺负 好 以后就给你欺负 雷德早 雷德早 早 你没事了吧 没事 早 大黄 大黄 你周末也加班了呀 话悲痛为力量 那个电影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挺适合情理去看的 原来你买那两张电影票是 别说了 别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要是恋爱也能 向别人带马就好了 各位 各位 看一下那个打群的信息啊 创意征集令 公司将面向全体职员 征集个人或集体的创意灵感 并择优开发 对了啊 这个创意项目呢 一旦被选中 创意的提案人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新游戏的开发团队 并担任与自身专业相关的主要岗位啊 哎 这不是策划部的事吗 哎 而且我们现在的游戏 这还不错呀 效果啊 哎呀 用户永远都在追求新鲜感 就跟你看电影一样 你会一直反复刷一个电影 嗯 那不如我们开发一个像头号玩家这种绿洲的虚拟游戏 肯定火爆全球啊 哎呀 大伙啊 创意呢还得基于这个现有的技术出发 嗯 然后呢 有什么好的idea啊 你们可以在群里下载那个创意游戏征集表 或者跟陈总直接反馈 一旦被采纳 公司可有奖励啊 哎 奖励就不必了 不过老袁 啊 这不是强制性的工作吧 嗯 大家自愿参与的 哦 如果要表现优秀的话 年终考评的时候 可会酌情加分吧 加分 哎呦 这个 这不是逼着我们打开脑洞吗 我们手头上的工作都做不完 还要跟策划部抢活 哎呦 这压力这也太大了吧 雷 雷哥怎么了 我去看看啊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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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哥 哎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就是吧 又是像上次那种心肌的感觉 哎呦 你说我不会得心肌梗塞了吧 哎呦 不会的你先别着急 平复一下情绪 上次我们检查了心脏没事的 你忘了 哎呦 是 雷哥 嗯 你这个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哎呀 就是上次江总要开除大黄那事 哎呀 从那之后吧 我就特别怕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每次写完代码我就要检查好多好多遍 可越是这样吧 我就 越控制不住自己想这件事 这想着想着我脑子就跟是要炸了一样 哎呦 可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不要把这种压力转嫁到自己身上啊 是啊 可是我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啊 你就像 昨天晚上吧 我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 我这脑子里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被狗咬的事了 哎呦 我这想着想着我就想 哎呦 我不会得狂犬病了吧 睁着眼一夜都没睡着 而且 有一点点想动 我就感觉 我就像受到了惊吓一样 手和脚就开始发麻 然后就感觉这胸口啊 就像压了个大石头 喘不过来气 哎呀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可再这样下去 我这整个系统就要崩溃了 雷哥 你的硬件确实没有问题 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啊 你 你是说我这 走 我陪你再去一趟医院 做一个全面检查 哎呦 可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身体要紧 我跟老人请个假 快走吧 哦 要不是你啊 我还不知道是自己软件出了问题 谢谢啊 是 是你那句话提醒了我 系统崩溃嘛 一般都是由软件引起的 我以前吧 总觉得自己是挺坚强的一个人 在网上看到那些说自己心里有问题的人 我还嘲笑他们 没想到 自己也成这样了 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 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大 应该更注重心理健康才是啊 对 你要以后有什么心理话 就都跟我们沟通 大家聊聊嘛 释放压力 好 哎呀 也是 我现在就算是按时下班回家 也就是看看电视 打打游戏 嗯 太封闭自己了 封闭啊 哎呀 封闭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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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哥 要不然 今天你就回家吧 别上班了 不用 现在已经找到病因了 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今天回去把手头工作做完 明天打死我也不加班了 走吧 走吧 哎呀 我现在就算是按时下班回家 也就是看看电视 打打游戏 太封闭自己了 我们总是一个人在思路 孤独和bag在battle